凭着一席黄衣 一朵白菊花 以及为民主不屈不挠的形象 走入民心的竞选盟阿姨黄秀兰 于是长辞 享年78岁 家属遵循黄秀兰的意愿 摘除为生遗弃 让她回归自由 家属近期将公布葬礼详情 尽管这颗民主之心陨落 但她坚毅奋战的精神将长存于世 2011年7月9号 竞选盟第二场大型集会上 一位身穿黄衣 手持白菊花的阿姨 面对催泪弹和水炮都不退缩 还被化学液体禁湿的模样 成了为民主抗争的形象 她就是竞选盟阿姨黄秀兰 今早 竞选盟脸书专业传来噩耗 曾经任职英语教师的黄秀兰 于是长辞 并向家属质疑最深切的哀悼 竞选盟指出 黄秀兰为民发生抵制不公的精神 将长存在人民的心底 祈愿逝者安息 她的家属稍早前也在脸书发文证实 身在国外的黄秀兰前天病情告急 入住家户病房 并在我国时间昨天傍晚6点左右 摘除了维持生命的仪器 在至亲的陪伴下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尽管一切来得突然 但家属也遵循她的意愿 让她回归自由 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黄秀兰的遗体将运回我国 长眠于故土 家属也会在近期内公布葬礼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